嗨,大家好,我是朱老板 现在我们准备去汉堡原先的唐人街去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 为什么德国是没有唐人街的 这就是跟那一段历史运营有关 其实德国曾经是有唐人街的,它就叫汉堡 因为汉堡原先它是一个港口,港口城市 然后有很多华人的水手 他们就会在这边 航行到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上岸停留个几周 然后德国1923年的时候,它爆发了一次中国膨胀 那么德国的钱,它就不只钱了嘛 到过来很多水手,它就从英国那边 南下的时候,它带了很多英镑 那么来这边就发现德国汉堡那边的店面特别便宜 然后他们就买了很多店面,从此就驻扎下来 然后逐渐就形成了那边的唐人街 在30年代的时候,那边一度是有超过2000名 华人寄居在那边 现在地铁站的名字叫Ritterbound 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沈索街 知识比较丰富的绅士也知道 现在沈索街也是汉堡著名的红灯区 好,我们现在过去那边看一下 这有点唐人街的遗迹了 你看,这上面这些都是东文还有八卦 哇 这位他不是还卡欧配的吗 太子按摩 对,还有龙 这是中国龙的 前面这条街就是曾经的 德国的唐人街了 你看他这里专门树了一个牌 来介绍这段历史 还很贴心的贴出了中文 你看这上面的介绍说 就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 就是陆续的海员在这边安家落户 然后但是纳粹上台之后 就起初 因为当时是有中德合作的嘛 所以说刚开始 纳粹没有对中国人动手 但是后来就随着这种时局的变化 那么就在1944年的时候 就由盖世泰宝他们发起了所谓的中国人行动 叫Shnissen-Exkinen 后来就是当天逮捕了129名中国人 把他们关到了盖世泰宝监狱 然后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监禁和虐待 至少有17人死亡 那么然后这边的唐人街也是被他们暴力铲除 我觉得这些历史可能我们很多国人也不知道 但是他们德国人有些汉学家 他们就研究这段历史的去专门把它在这里树了个碑 这照片里就当时唐人街的一些景象 当时甚至是和中国人交往的那些德国人 包括跟中国人谈恋爱的一些德国的妇女 都是被盖世泰宝给逮捕了 所以说千万不要对纳粹抱有幻想 假如真的像高宝奇人一样 纳粹统治世界了 那对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他这个是德国的一位艺术家做的绊脚石的项目 他是在曾经纳粹被纳粹破坏致死的一些人 他生前居住过的屋前 放这种绊脚石所谓的 上面刻有他们的这种名字出生年月 还有来自哪里 这里放的就是13名当时所谓的中国人行动中被迫害致死的中国人的名字出生年月等 他这个为什么叫绊脚石呢 就是因为曾经有人问那个艺术家嘛 然后他说就希望 这并不会真的把人的脚给绊住 但是会让人心中戈登一下 就是把心给绊一下 然后重新想起这段历史 当我们想要看清这些绊脚石上面人的姓名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弯下腰 这其实也就是为这些遇难者鞠躬 以施敬意了 这就是他这个设计的理念 至此单位也是现在能查到的有名有姓的 但是有一些没有登记灾案的人 实际遇害人数应该会更多 我们在这条街上走过去看一下 现在根本找不到任何关于当年唐人街的痕迹了 就是因为当时纳粹把他们全部都给抹平了 18号这边是5号 早上那个18号 这前面这个香港放电 是我们唯一能找到的 关于唐人街的痕迹了 就当时有一位幸存者 然后他回来之后 在这里继续开了家这个中餐馆 到后来他去世之后交给他女儿来经营的 但是他女儿在今年的6月份也去世了 就之前有几名德国大学生 他专门为他女儿拍了个纪录片 为这个香港放电 现在真的经营者去世都没有人经营了 这个可能唯一的这个记忆也就丧失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香港饭店下面有一个这个牌子就介绍这背后的历史 就原店主应该叫梁先生嘛 他是1938年的时候 接过了这家店 然后是进行经营 然后1944年的时候 盖茨太宝在中国人行动的时候 把这家店给查抄了 然后也把他梁先生投到监狱里 进行强制劳动 那么但是他成为少数的幸存者了 因为当时真正抓走了100多人 回来的大概是30人左右 那么他后来就继续在经营这家饭店 经营到1983年他自己过世 然后交给他女儿 他女儿是中波混血 就梁先生当时娶了一个波兰的妻子 那么他女儿也是继续经营 直到这个今年 今年好像6月份他女儿去世了 然后这家店现在没有人经营了 就看这个大门紧锁了 其实也还挺难过的 这就是China Town 唐人街在德国的最后的记忆了 在纳粹这个发起中国人行动之后 那么最后幸存的中国人就非常少了 大概只有二三十人 并且他们对对德国都是心有余悸的 像刚刚我们看香港饭店的老板梁先生 后来他终身都不愿意再说德语了 所以说在后面很长的那段时间里边 就在德国其实是很少有华人的存在了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 那么才有越来越多华人 再来到德国 从事经商啊文化交流之类的活动 但是现在都是处于散居的状态了 就没有像当年那种聚居的场面了 画面上的卡 这些红奉的问题 那么现在看并看不着 和我们的家里 和安傭的工作人员 都是相当于 updates 这个居满的家里 和奉行要与你 和这些红奉帽 其实就在这些红奉帽 的有任何人性 但是那是其实优优优,那就是那个家庭的家庭和家庭的 这是我以后他的父亲和父亲看的 конце阶段在街上特曼律里已座虚优优独 创作文是优优独的环境 目前 yn供元的陆罗語 和骪汝 Before the war 只鍋是一共�pling的片 中间云 咱唐出ikt Ada 到家人 是的aken 我年轻的鸚尔熊 我年轻的偶尔 finns 我年轻的附近 我月子留在帝里的腳踏 我一直在海迷 Contag 我一毫都在古代上 我一直在crit中 快便回到亏迹 我呐终于 我这种原因 我以前的父母 我生长了 我一直在乎 我曾经得到了 我来说我去的小子 我予是没有 这是我的所谓的 oczywiście 不是,完全没有。 美国,那可以来到你毕竹地毁. 在第二国战争, 会被侵辱于大侠自制度的那些人被刑罚。 在战争的战争, 会被刑罚全新的地方毁。 在工作坡的地方毁中间, 会被侵辱和损成了。 予是什么家人都被刑罚, 是被刑罚和辱的地方。 還在那齊晚奔把他拼捕取 那ぞ其他人過世的路都被歸過 他被歸過關,是在這場地進入醫療 他們是在裝地上的川普家後 他們都被捕取回過後 他們都被命倒是之後 成立人死了 我老太是被捕捉eni 他被捕捉了 他在身上的身份,他只是在身份上的身份。 他只是在身份上的身份。 但我只是在身份上只有30中國人在韓國。 如其他人,也在唯一中, 有遇上了解惠歷史。 合作的。 不可能遭受到危機的迷茩 他继续他继续在住坡的地方 他曾经有很多地方在德国的地方 因此他不太迫运动了 他在国家里继续一直在住坡的地方 他只是在迷茬上的地方 他不再拥过手 他不再拥了 我感到很急于我的父亲 我曾经经过过很少时间,可能我曾经再问过 但我当时也没有想起来,我曾经经过我和我的家 我曾经经过工作,我曾经经过不断,我曾经经过不断 但我并不是跟他一起了 我寄了我的父親,我向我入場了旅行,我收到香港 我将去的房間取消了 我家製成了之後,我扶行到酒店的房子,我扶行 我扶行到我们的房子,我扶行了 我扶行到我扶行的房子,我扶行到我扶行 他在一旦的山上 我说他在这边坐着 他说他有好事 来到他的死 祝亭廷了宽并 回来 和无恶意 他在这种地团的地方 在他习惯 百分之泄积的铁穷 他在他的家 對那些也是這樣的東西,是他的歷史,是他在歷史上的外交 那是在79、80年代 他曾經看過不來,他想死了,他想死了,他不做了 在房間時是歷史上的盒子,我和這個Gleuchta寫的 Hotel Hongkong,我一直都把整個寫的寫,那是很巨大,但有空間的佔了, 但又有空間的佔了,但又有空間的佔了。 因為它就是Hotel Hongkong的名字,而不是Hotel Eingang。 那是一種類似乎的。 所以它應該是Hotel Hongkong的名字。 那是非常好 因为这个原因是也是我们的组合 我就是在年轻人的父亲